大嫂 不是 您也真好意思啊 这上我们这儿连钱包都不一样 生话我们可以要钱是吗 说什么呢 昨天给她大嫂两千块钱 今天忘取了 行嘛 上去吧 改天还你啊 花两百 行 谁啊 咱家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啊 老婆 老婆 二嫂 不是 咱们本家缺房子怎么地啊 怎么非得让我跟我媳妇 在这破房里边结婚啊 咱家可不是金山银山堆着花不完啊 这整个家都是你二哥维持着 这么多年 家里买房 买车 老人生病 孩子上学 包括你们现在结婚 不都是花你二哥的钱啊 对 都是花我二哥的钱 就你这包 路易卫登 看我嘴型 路易卫登 您用了香水 什么呀 您浑身上下有一件便宜东西吗 二嫂 不都花我二哥的钱吗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家全家花我二哥的钱都花得着 怎么到我这儿就没了呀 我告诉你何琪 首先 我是你二哥的媳妇 我花她的钱是天经地义的 对吧 其次呢 我嫁给她的时候 她什么都没有 我们俩是白手起家 共同创业 如果你跟杨玲是真心相爱的话 就不应该在乎这些 古话说得好 好男不吃婚时饭 好女不穿驾驶衣 你懂吗 二嫂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 别来这套城吗 不是 你当初不就是看我二哥是个潜力鼓 你才跟他的吗 对啊 那你自己也可以变成一只潜力鼓啊 再说了 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我们那时候住的还是地下室呢 别老说地下室成嘛 那地下室您才住了几天呐 爸妈就拿着钱赶紧给你们 让你们创业去了呀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 怎么就轮到你结婚就非要住新房啊 二嫂 我跟您说不着 门我给您开开了 麻烦您从这门里出去 把门给我带上 我没空打理你 我来和我媳妇去 好 你就跟我犯婚吧 我犯婚怎么了 打我呀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睡着了 你那听不见呀 睡着了 行 我相信你 可是以后你要是再不接我电话 我就直接上门来找你 咱不是说好了吗 是你不收信用啊 我怎么不收信用 你是不答应我了 我们以后做朋友 对不对 比我好的人有的是 这我知道 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啊 我都结婚了 你也知道 那我也没要求你离婚啊 那你 那你要怎么样啊 我想让你快乐 我想让你快乐 风雪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不怕她知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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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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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是不方便接我的电话 你就得给我发短信 还有 每天必须给我打一个电话 晚上必须发一个短信 听见没有 否则 后果自负啊 喂 大嫂 别看了 吃饭了 好 快坐坐坐 吃饭了 脖子怎么了 这儿 这儿是吧 蚊子钉的吧 是蚊子钉的吗 风雨 你说 我在家呢 你来接我一趟吧 我上来没带钱 我在老三家那个 旁边那个世贸天街呢 行行 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随便找个地儿 坐这儿等你啊 行行行 我马上到 好 来 行 冯雪电话 冯雪说往哪儿翻天包了 让我过去送钱的 好吧 老二 咱可不能做出对不起冯雪的事了 大嫂 你叫你回去 我换下衣服 赶紧接在这房子那儿着急呢 不是 来了 老公 你怎么出来还忘了带钱了今天 你提这事我就有气 昨天本来我钱包里有两千块钱的 后来大嫂拿一堆票来让我给他报 没几样是跟你爸有关的 你看这里边有什么 笔上课 冰淇淋 还有小龙虾 你说咱爸能吃这些东西吗 今天怎么系上领带了呀 挺好看的 那个 今天有一个场合比较正式 系上领带不是觉得对人尊重吗 怎么有事啊 怎么了 有事啊 没有没有 那个你 你刚刚说什么说那个大大嫂他们是吧 我都不知道回去怎么跟你妈交代了 你也知道 你妈最疼老三 还盼着赶紧报大孙子呢 我这事没办成 什么令到时候怎么怨我呢 不是这事你也不能都怨我吗 咱要早有个孩子 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告诉你 倒样啊 有孩子怎么了 有孩子你那弟弟就长大了 就不管咱伸手了 你大嫂就不小市民 就不跟咱计较了 可能吗 那会好得多吧 那行 那赶紧咱结账回家 生孩子 走走走走 不是 我也说刚才这不那个还催着呢吗 我这有事我就还得走 我先送你回去 好吧 又有事啊 那你晚上少喝点啊 咱还得风扇雨淋呢 喂 雪 大嫂 回来啦 这老二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呀 他把我送回来的晚上有应酬 那怎么又有应酬啊 这一家子人不都得靠他吗 那以前怎么没那么多应酬啊 那以前家里也没这么多事啊 现在爸病了 老三又得结婚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孝顺 话既然都说出去了 就得笨呢 嗯 雪儿啊 那个 就是现在啊 我不是说咱们家老二 咱们家老二人好 就社会上有很多就不好的男人 他总是拿那工作忙啊 什么出去有应酬啊 吃饭呀 当幌子 咱小心点啊 那嫂您这话 我有点糊涂 听不明白 那个 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吗 是吗 是啊 那也 不能防着自己老公吧 我看 您也没防着老大呀 是是 行 我回屋了有点累啊 先生 您要做什么项目吗 那个 我这儿嗓不疼 上火了 你不刮个纱 好 我现在去拿刮纱的用具 老三啊 你爸是怎么病的 你不清楚啊 你要真想取延林啊 我还真得给你爸做做思想工作 你瞧瞧你 堵他门上来闹来了 妈 主要我爸呀 不知道杨琳怀孕了 他要知道杨琳能给他生个大孙子呀 立马同意 你爸还真不好说 他要看不上的 你说说大天他不会同意 那我跟我爸说 你敢 来 卢恩他找你说话吗 你算干嘛地呀 老三 怎么跟大嫂说话呢 不是大嫂 我结婚 我二嫂从中间拦着 我还真能理解 为什么呀 他们两个是我们家金主 他怕我花我二哥的钱呀 是吧 您为什么呀 我还真想明白了您为什么呀 你说我为什么呀 我为爸 你可真别说你为爸 我真知道你为什么 您不是就是怕杨琳给爸妈生个大孙子之后 您就更没说话的份了 我还真明白 别来那些虚的行吗 老三哪 你犯魂哪你是不是 醉 怎么说 老二回来了 如果我要是你 我就给他们家一个期限 过了这期限 就把孩子打了 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女人最宝贵的就是青春 你跟何夕 已经浪费了大把的青春了 你今年二十五 过一年你就二十六 再过一年你就二十七 你就成圣女了 到时候你就是想挑别人你都没资格 就剩别人挑你了 所以说我不能跟何极分手 我万一成圣下的呢 我 所以说你更得速战速决呀 要么成要么不成 你不能 你不能糊里糊涂的 跟一个男人浪费好几年时间 人家都说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 你跟一个男人瞎谈恋爱 浪费时间 那就是扔金子 就是犯罪 咱们是穷孩子 不能跟人家富家小姐比 人家可以一谈恋爱谈好几年 咱们不行啊 咱们唯一的资本是什么呀 那不就是青春吗 你可倒好 你都给浪费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爸在医院住着呢 老三你说 爸看病重要还是你买房重要啊 就是啊 老三 忘了你当初说什么了 你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咱爸治病 是不是你说的 对 我没问题啊 我媳妇她听我的 我媳妇也没问题 可不 我不是还有个丈母娘的吗 那你把他妈叫来 我跟他妈谈 好不好 你不管是新房旧房 你结婚总有个地儿住嘛 你这还矫情什么呀 老二 这这这怎么啦 红那么大一片呢 那个 上火 这嗓子哑嘛都 刮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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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没没 风雪 你看你这老婆当的 真实质 二哥 不是你先别说你那上火的事了 这里边要说上火的话我火最大 不是 我现在要是没房子的话我连媳妇都没有了嘛 那没辙 老三 那怎么没房子就结不了婚 有房子就能结啊 这点你得告诉杨林跟你二嫂学学啊 当初他们俩什么都没有 住地下室呢 人现在过得不挺好啊 不是他们那是什么年代啊 不是现在年代不同了 别老拿以前说事我告诉你 行行行 我呀跟你也说不清楚犯不上跟你说 妈 差不多了吧 困死了 明天还得换老大去呢 散了吧 不是别别散了呀妈 我这事没说完呢 不是我这事没解决呢 不是我怎么结婚啊妈 有招想去 没招死去 妈你这是亲妈说的话吗 走 二嫂 你们那新房 新买的房子 退了 退了 我这么大事怎么不给我伤伤的 不是你谁我就跟你伤了 你 这 不是我我那意思 我那意思是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就这房子 我有知情的权利是吧 老三 你可真逗我啊 那我跟你二哥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的户口本上可没写你的名字 我们只是算庞系 这法律上庞系和直系可是有区别的 我们只是亲戚 我们俩做什么没有义务告诉你 你要买房我们也没有义务花钱 我们给你这是情分 不是义务啊 二嫂 二嫂 不是你看 我跟我二哥这是亲兄弟 有血缘关系的 血浓于水 这个 二哥 二嫂 您看 兄弟有难 您不能不帮啊 是吧 第一 我们从来没有少帮助过你 对吧 这第二 行行行 这是哪儿的 什么都第一第二的呀 老大你听我说啊 我要是一大富翁 如果今儿呢 不给你买那房 那时候我不念首都之情 我什么呀 我就是一个个体户 我挣钱有多难你知道吗 爸现在躺在医院里 每天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以后还得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每天大个大法找我报仗 你知道吗 对 二哥 不是 你说报仗这事啊 那个 我这有五千块钱 你们得帮我报了 不是 什么就有五千块钱呀 对呀 你干嘛来呀 前两天我去医院看吧 这爸 无聊 我就给他买了一瓶板 什么 什么板 平板电脑 我让爸无聊的时候 看看电影 我拿平板电脑 直接拍你脑子上 我真亲你 二哥 不是 你这钱 自己的钱 你别让我钱打 这不 这钱在报啊 是吧 哥